这支追风小队有点疯狂 别人静而远之的哈萨基 他们却主动去面对疾风 直到信心满满的他们 亲身感受了大自然的恐怖威力 想后悔也为时已晚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大学生凯特是一名追风人 为了完成在学校的实验项目 他与四名好友相约 展开最后一次追风之旅 他们准备了超强吸水聚合物 简称加强板尿不湿 实验过程中 他们需要把聚合物 放在龙卷风的碧疆之路上 以降低其内部空气水分 实现瓦解目的 同时释放数值传感器 收集所需的实验数据 但有一点他们没有预测到 龙卷风太强了 甚至达到了EF5级水准 向几人袭来的龙卷风 宛如一只飓风恶魔 根本看不到一点逃生希望 聚合物瞬间被吸入高空 却没有起到瓦解的作用 传感器也无法准确测量风速 眼见龙卷风越避越近 几人不得不舍弃汽车 寻找有掩涕的地方躲避 幸存三人想爬上大桥 无奈斜坡太过湿滑 又被龙卷风拿下双杀 凯特惊险爬上斜坡 男友死死将他护在身下 但随着一股进风吹来 男友还是被刮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 龙卷风终于平息 凯特幸运捡回一命 看着周围遍地狼藉 此时也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阴影 转眼来到五年后 凯特不再是一名追风少年 被挫折和失败磨平棱角的他 入职了美国国家气象局 负责监控纽约市的天气情况 他原本以为此生不会再和龙卷风有交集 没想到伙伴哈维竟在这时找了过来 哈维曾是小队中的数据师 当初在龙卷风袭来的时候 他刚好在外围收集数据 因此侥幸躲过一劫 事故发生后他也迷失了一段时间 好在重新找回了自我 大学毕业后 哈维参军入伍 并学习了相控针雷达 这套设备功能强大反应迅速 能够监测到1.6公里外的飞蛾 现在军方研发出了便携式设备 哈维手上刚好有几台原型机 此番前来 便是希望凯特放下过去 和他一起继续研究龙卷风 如果找到办法将其打败 就可以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无奈受心魔困扰 凯特还是没有同意帮忙 第二天 哈维给他发来两条信息 内容正是俄克拉荷马州突发龙卷风 导致11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凯特越想心越乱 自己曾梦想追求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龙卷风吗 沉思续旧后 凯特心中有了决定 于是在第二天找上哈维 和他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 准备重新向龙卷风发起挑战 有着投资人入国 哈维所使用的监控设备 都属于该领域的一级水准 他还组建了一支团队 可谓在这项工作上下足了功夫 现场有许多同行 也有为了增加知名度 大老远跑来的追风网红 哈维告诉凯特 此人名叫泰勒 自称是龙卷风牧人 可见其为人有多嚣张 虽然已经多年为追风 但凭借与生俱来的天赋 凯特还是很快做出了判断 面对泰勒搭讪 他也毫不吝啬给对方指明了方向 却没想到这小子心眼贼多 悄悄尾随在哈维团队的后面 此时龙卷风已经成形 哈维迅速与团队兵分三路 准备在三个方向安置雷达 只要将龙卷风锁定在包围区域 就能得到详细数据 不料这时 泰勒突然从后方冲出 直接把哈维的车跌下了公路 这群人就像疯子 心中毫无畏惧可言 凯特因为内心的恐惧 没有第一时间协助哈维安置雷达 从而错过一次重要机会 然后便看见泰勒从旁边掠过 开着车静止冲进龙卷风 在中心区域放起了烟花 等到龙卷风消散 泰勒一行人开心的手舞足蹈 只留下凯特和哈维在风中凌乱 没过多久 龙卷风再次出现 而且还是罕见的双龙卷 在选取测试对象时 凯特观察到了麦田的风向 随即要求哈维调转车头 奔向左边的龙卷风 虽然右边的龙卷风很强劲 但是随着流入气流减弱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消散 泰勒等人见状一脸得意 已经开始期待凯特搞砸的样子 殊不知他们才是真小丑 恍惚半天跑到龙卷风跟前 结果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反观左边的龙卷风越卷越大 眨眼间就达到测试标准 哈特团队火速安置好雷达 可终究小瞧了龙卷风的威力 雷达瞬间就被卷入高空 危机关头 哈维开车躲到一处坡下 心中满怀恐惧看着龙卷风袭来 万幸这头怪物只是路过 并未对车子造成太大损害 只是附近的小镇可倒了大霉 狂风所过之地一片狼藉 凯特两人顾不上休息 赶到小镇帮助灾民 然而他的真心相助 却换来泰勒一顿嘲讽 凯特被怼得一脸懵逼 晚上他回到住处 特意在网上查了 哈维背后投资人的资料 这才得知此人是个黑心商人 每次都会跑到灾区 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被破坏的地皮 而他一直看不上的泰勒 实际上才是救苦救难的好人 灾民所需物资 都是他免费发放的 为了以示诚意 凯特接受了泰勒邀请 一起来到小镇观看马戏表演 一番深入交谈 两人也对彼此有了了解 简约而言 他们都是为了帮助受灾人群 只不过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 正值表演高潮 现场所有观众的手机 突然收到一条风暴预警信息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龙卷风便以席卷而至 凯特跑到附近商店 想寻找一个地下场所 寻求未果后 他又赶紧组织群众 逃往一处废弃的游泳池 龙卷风已经近在咫尺 偏偏有些不要命的人 还想开车跑路 结果连人带车一起飞上了天 凯特和泰勒带着一对母女 躲到了泳池边的一个角落 四人牢牢抓住港管 总算惊险躲过一劫 龙卷风的破坏力依旧强悍 目之所及皆是碎片 没过一会儿哈维赶到现场 看到凯特安然无恙 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 见此时机 凯特询问了投资人的事情 简哈维没有否认 凯特倍感失望 他们追风的初衷 为的就是帮助灾民解决难题 而不是趁人之威赚国难财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人就此各行其事 伤心的凯特回了老家 自从毕业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回来 平常与母亲都是电话联系 母亲清楚女儿经历了什么 所以从未给过凯特一点压力 包括他曾经的小玩具 母亲也保管得非常好 第二天泰勒找了过来 他发现凯特这个人很纯粹 许多方面都与自己相似 泰勒看了凯特写的资料 认为吸水聚合物这个方法 理论上说确实可行 但是需要投放到漏斗云里才能起效 这个过程的凶险不必多说 凯特则因为被过去束缚 所以不希望再有人用生命去冒险 泰勒尊重他的决定 只是等对方走后 凯特又看着资料正正出神 难道就真的这样放弃了吗 此日一早 泰勒准备离开 凯特突然顶着雨追了上来 他想好了 决定再为梦想拼一次 利用泰勒跑的模型将凯特的数据加入进去 发现确实能够瓦解龙卷风 作为实践出真知 两人主动出击 开始寻找一级龙卷风测试 可让他们无奈的是 测试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 总感觉缺少点什么东西 没办法 两人只能找来哈维 向其借用更详细的数据 双方见面后 哈维真诚的向凯特道了歉 他的内心同样很内疚 迫于资金紧张 他只能先成立公司 再向别的方法补救 对于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他感到非常抱歉 有了哈维提供的数据 凯特很快便找到问题所在 他们的水分量射错了 如果想彻底瓦解龙卷风 就需要更多的水气 泰勒想到一个办法 发射点化引火箭制造人工降雨 然后再加大聚合物剂量 从而把风暴里的水分抽出去 就这样 凯特加入了泰勒的团队 在众人的努力下 各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接下来就是去找龙卷风麻烦了 经历两天半观察 泰勒团队和哈维团队 共同盯上了一个超强龙卷风 受狂风和冰雹干扰 大部分电子设备都出现了死机情况 因为过于心急 哈维的车子差点发生意外 这时龙卷风席卷而至 目标直至旁边的发电厂 好在几人应对经验丰富 接连躲过众物逃了出来 但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 龙卷风不仅没有消散 反而变得更庞大了 两公里外就是人口秘局的市区 几人有心阻止 却无能为力 只能尽快赶到那里疏散市民 面对极度自私的团队成员 哈维一气之下把他扔下了车 随后也朝着市区赶去 此时的市区无比混乱 由于龙卷风来得太快 市民们只能躲进街边的店铺 泰勒一不留神 又被一辆翻倒列车压住了腿 凯特拼了命的救援 却无法搬动木板分毫 更绝望的是 旁边的水塔也开始摇摇欲坠 危在旦夕之际 哈维终于赶到 他搬了一块石心木板当支架 总算把哈维救了出来 然而危险才刚刚开始 许多来不及逃跑的市民 全部躲进了一家电影院 龙卷风的威力势不可挡 吹得天花板不断掉落 找不到地下室藏身 众人的命运只有死路一条 看着越来越近的龙卷风 凯特心中冒出一个大胆想法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想着便驾驶泰勒的车 一脚地板油冲向了龙卷风 等泰勒和哈维发现已经为时已晚 肆虐的龙卷风如同一头洪荒猛兽 凯特努力克服心中恐惧 下沉钻头稳固车身 接着发射十几枚点化引火箭弹 等着时机成熟 再打开聚合物的桶盖 在狂风的作用下 聚合物被齐刷刷吸入高空 距离产生效果还有一段时间 龙卷风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仅靠于一波就将电影院吹得稀巴烂 幸存市民死死抓住座椅 奋力抵抗狂风的最后一波洗礼 凯特成功了 平靠五位精神 他战胜了龙卷风也打败了心魔 这一刻他就是拯救众人的英雄 龙卷风善用于2024年 翻拍自1996年的同名电影 讲述了新一代追风人的冒险故事 逼真特效的运用仿佛让人置身于风暴之中 感受到大自然威力的同时 又以一种全新视角 诠释了人与自然灾害的关系 灾难可怕 但人类的勇气更胜一筹 在狂暴的大自然力量面前 人类显得如此渺小 但也正是这种对比 才更加凸显了人类不屈的精神 科学家与探险者的每一次实践 都是对人类智慧和无畏的一次考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